A.S.E.P. 8900 EX Sky, Blue Sky,天,藍色的天 Summer 等級, Keeter 特殊收容措施 A.S.E.P. 8900 因為氣味難以收容而被界定為 Keeter 確實,它此刻沒有表現出任何可以被收容的特性 被A.S.E.P. 8900 影響的人類或物品都應被隔離且快速地分回 在這個過程中所產生的火焰需在完全黑暗的狀態下以真空撲滅來抑制感染的傳播 無論什麼情形下,基因會的工作人員都不可與受到A.S.E.P. 8900 影響的人類或物品接觸 附入A.S.E.P. 8900 之一 調查發現完全的黑暗狀態可以抑制A.S.E.P. 8900 在生物體中症狀的蔓延 Darker 和 Mirian 已經被拘留並持續接受觀察 描述 A.S.E.P. 8900 是一種作用在可見光譜上的知覺現象 疑似是自由接觸來傳播 它可以被某些特定的新興科技所攝影到 然而攝影此異常的過程會造成它的加速傳播 所以被認為是一種不知之舉 A.S.E.P. 8900 目前沒有被收容 理論上它也無法被收容 它在18世紀中葉至末期 以一種特定攝影技術的副作用開始出現 但受限於底片本身而沒有蔓延 值得注意的是 A.S.E.P. 8900 在這些照片中的呈現 似乎 了攝影技術的發展 我們現在所知的A.S.E.P. 8900 似乎是在大約1935年前後被發展出來 可能是 公司使用累積彩色底板的實驗結果 附入8900之二 來自O58的資訊 各位 我們輸了 A.S.E.P. 8900的效果已經如此遠迫 變得無所不在了 自然的藍天已經被邪惡又不自然的色調所取代 樹木的綠也已經全被腐壞了 A.S.E.P. 8900已經把可見光光譜避上了絕路 而我們 已經全被侵佔了 創造一個相反的感染的企圖也已經失敗了 雖然我們成功保存了測試目標的自然顏色 但是這過程之中 卻會讓測試目標變雅 而且 現在有一個人跑來我的辦公室 說我們的小實驗已經違反了這種措施 未來特工可能必須因為它具有它本來的顏色 而將它當成A.S.E.P.看待 我們只剩下一個選擇,各位 我啟動了基金會最後的這種失效應對措施 也就是 互代協定 在未來 當擁有許可存的你們接收到這個訊息的時候 基金會已經向全球放出了大量的化合物 VNUI之五 讓我們有了最無法察覺的失憶症 在世界各地 那些本不該被這部恐怖的東西肆虐的男人和女人 將會暫停一下 困惑一陣子 然後重拾他們的實驗 並相信這就是常態 對他們實際上失去什麼完全一無所知 只剩下那些未被SCP-8900的效果影響的照片 會持續地訴說的事實 我很後悔,各位 我對此深深地後悔 這是必須的 O5-8 控制 收容 保護 以上就是SCP-8900EX 簡單來說 被SCP-8900EX感染的物品顏色 在其他人眼中會變成一種不同的顏色 而這樣的感染傳播到全世界 讓整個世界的顏色都發生了變化 為了應付這樣的兇種失效 基金會放出會讓人失憶的化合物 使人們忘記原本色彩的樣子 誤以為被污染後的世界才是正常的樣貌 作者說這個SCP的靈感是來自 他做醫院公司的媽媽提到的一個概念 就是我們沒辦法證明 每個人看到相同波長的光石 腦中產生的顏色感覺是不是相同 這其實是一個叫做 Inverted Spectrum 逆反光譜的哲學問題 不只是顏色 像氣味、味道等等 我們也沒辦法證明 每個人遇到客觀相同的物理現象時 會有一樣的感知 只是要做感知 最後講一下這個SCP變號的EX是什麼 EX變號的SCP是以前名SCP EX是Explanned的意思 代表著已經不再是SCP的SCP 或許我們已經了解了背後的原理 也有可能它已經不再是一個問題 譬如說一隻手機可能在200年前算是SCP 但現在就有平凡武器 不過EX的SCP其實非常少 只能說這個概念很難寫的有趣吧 這支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一個喜歡 不喜歡的話就按不喜歡吧 希望我做成的SCP可以連告訴我 祝大家新年快樂 掰掰